欢迎来到云上俱乐部YouTube频道 今天是安省政府在一些高风险和非必须的商业场所提供疫苗证明的第一天 上个星期给大家做了一个视频 如何申请安省疫苗证书 很多朋友就问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证书存放到我们的手机里 今天我们就对这个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经验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到安省政府的官网 然后我们选择英文 然后就可以看到get your proof of vaccination点击这里 然后再点击get your vaccine receipt 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可以往下走 点击这个terms of use continue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填有关我们的疫苗证书申请的具体信息 填完这些信息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会出现一个reseat 看到reseat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reseat把它download下来 点击download download下来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存在我们的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苹果手机 我们可以把它存在我们苹果手机的iCloud drive里面 也可以存放在其他地方 但是呢您得记着您存放的地址 存放之后呢 然后到了第二步 我们来到这个网址 然后来到这个网址以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怎么样去把这个疫苗的证明存放到我们苹果手机的钱包里面 然后呢 这个呢也是就是刚才我们review一下就是刚才的步骤 首先呢也是进到这个政府的官网 然后和刚才一样 点击这里 然后我们回去 回去以后呢就到了第二步了 第二步以后呢 我们当把我们的网友存放了以后呢 然后这一步我们要把它选择 选择我们的文件 因为我们要选择文件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把它存放到我们的苹果手机的那个钱包里面 这时候呢 我们添加之后就会看到 我们的疫苗证书了 这时候呢 我们的疫苗证书已经变成了二维码的一个卡片 以后当我们需要的时候 点开就可以随时拿出来扫描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方便的方法 但是呢 它也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只适合于苹果手机的使用者 另外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在把这个疫苗证书就把它存为照片 存为照片以后呢 这个我们的证书就会存档到我们的图片库里面 这种方法呢 就是适合于任何一种手机 苹果手机也好 或者是安全系统也好 那么都可以在我们的照片库里面找到 您可以在您的那个照片库里面 去增开一个您的文件夹 然后呢 把文件夹起个名字 就是我们的疫苗证书 然后呢 这个文件夹里面就专门放这一个证书 以后有需要的时候 到这个文件夹里面找起来 就会比较方便了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使用苹果手机 但是呢 可能平时不太用这个wallet 那么这时候也没有关系的 您可以把这个疫苗的证书 存档到苹果手机自带的notes里面 也可以把它存放在苹果手机自带的books里面 这样呢 你只要记得 你到底是存在哪个地方 到需要的时候 直接点开notes或者book 然后呢 您就可以看到您的疫苗证书了 也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因为现在微信是 微信的使用率是很普及的 大家都在使用微信 那么如果您担心 那个证书到图困窟里面 好像太难找到 您就可以把这个图片库里面的这个证书 发到微信里面 发给你自己 然后呢 因为平时我们很少有资料和文件 或者照片 发给我们自己的 那么这个呢 您就可以发给自己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呢 您直接到微信里面 找到自己的那个名字 然后一点开 就可以看到这个 疫苗证书了 下面我们再提供另外一种 和微信相关的方法 我们都知道 微信还有一种功能 就是它可以收藏一些 重要的文件资料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把这个文件呢 存到我们的 那个收藏的里面 然后收藏里面 它也分类 它有文件啊 图片啊等等 你把它放到 那个收藏类的 照片里面 这样找起来 也是比较方便的方法 那么以上 我们介绍了 就是苹果手机的存放方法 还有一种呢 是使用微信的人 您可以把疫苗证书 存放到微信的照片 或者是收藏家里面 那么也可能 还有一些人 也有问题 我平时对这些电子设备 手机啊 iPad很少用 我还是习惯 比较传统的方法 那也没问题 您可以把您的这个疫苗的证书 然后把它打印下来 然后随身携带 这样呢 不管您到什么地方呢 您都拿出您的疫苗证书 和您的ID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您的家里 没有打印机的话 也没有问题 现在呢 多伦多市的图书馆 还有周边的一些图书馆 都已经发出通知 只要有居民要去图书馆 打印疫苗证书 他们都免费提供打印服务 还有一些方法 您可以给安省政府打电话 安省政府提供 三百多种语言的服务 只要您提供您的健康卡号码 然后您的个人信息 安省政府会把这个证书呢 邮寄到您的家里面来 您可以带着您的健康卡 和您的身份证件 然后呢 到您附近的一些社区中心去 请他们帮你们 从网上下载你们的疫苗证书 并请他们帮您打印 这些都没有问题 所以呢 疫苗证书对大家来说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所以您可以选择 任何一种适合您的方式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对今天的视频 有任何问题 欢迎给我们留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希望您给我们订阅 点赞和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